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最近大家留意的新聞是否商量下跌多少成 貨幣下跌多少成 其實住宅也有大件事發生 至於住宅今年的跌幅 如果我用中原城線領先指數CCL 大約跌了6-7% 但如果有些業主 是當年22年或21年高峰期買入的樓花 而他選擇了建期 到現在或明年初就要收樓了 這班業主很多時已經輸了三成左右 這班業主面臨一個問題 究竟好不好撻訂 所以今集會和大家談談這個撻訂潮 我看到這半年的撻訂潮惡化了 根據這個數字 1-6月的撻訂潮竟然比去年全年為多 而我們看到發展商也開始追差價 但發展商追差價很特別 在一個屋苑追一間 為何發展商會這樣做呢? 一陣子會解釋給大家 至於在上一條片 和大家提過 是否可以用這個有限公司 避開發展商追差價 究竟這個方法是否有效呢? 今集就會和大家詳細解釋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手訂閱 請贊到一個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手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根據中原的數據顯示 在2024年第2季 新本撻訂的中數 已經有149宗 第1季 159宗 2季加起來 300連8宗 比起2023年全年 261宗 高了18% 我們看看 由7月第3季開始 到8月中 換句話說是過半月 又多了30宗 換句話說 現在總數已經達到338宗 比起去年全年增加了30% 如果我們扣除 2020年 當時的 帕衛森第3期 建築事故 錄得424宗 都可以叫做 這個扣出來 其實 今次 去到338宗 已經是近四年的新高 大家從剛才的數字 看看什麼趨勢 這一年來講 越來越多人 決定跳船 不玩這個遊戲 但是這群人決定不玩的時候 還未發生這個詳實 追這個 Nios的差價 當時詳實也是口頭說追 實質沒有追 終於出了一封私訊 如果這些詳實 出了一封私訊 會不會對其他日後 未來的買家 尤其是這個帕龍 這群業主會不會有影響呢 我覺得也挺大心的影響 根據數字 帕龍還有大約 四五百伙的業主 未決定 究竟是撻頂 還是繼續上會 我相信他們也會在慎重思考 究竟是撻頂好 還是上會好 希望我這條影片 可以做出來 給大家一個方向 決定到 究竟是不是撻頂 還是上會 這個表 大家清楚看到 2024年第2季 一手出現的撻頂數目 我們看 最重災區 就是維港1號 有29宗 有23宗已經重售 飛揚一期 有26宗 有19宗就已經重售 Nios 即是出了律師信那個 就有15宗撻頂 有5宗重售了 他在5宗重售了 就拿了1宗出來告 記住是1宗而已 那究竟其發展商 會不會像常識一樣呢 都是象徵式 拿一些出來告呢 我覺得 高危一定是常識盤 譬如飛揚 26宗 買了19宗 但好像是否未出手 未收穫常識 會不會出手呢 不知道 好啦 Blue Coast 又是常識的 今天有4宗來撻頂 有2宗 已經是重售 常識好 或者其他發展商 也好 今天聽到的消息 有 謀佛發展商 亦都是在他們的 撻頂盤裏面 選擇最貴的 出來追差價 長實又好 或者這樣的發展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心態 是不是全部追 好像Leo 你說 是不是已經有5宗 賣了出去 為什麼不追5宗 只追一宗 我想長實 或者其他發展商的心態 就算追 他也是比較恐嚇性 我也是 希望你們 看到日後的 就不要走去撻頂了 其實告不告呢 就在發展商的手上 就算 好像Leo 他真的日後 真的只是那宗 其餘那14宗 他不告了 他不是不告 他是不告住了 因為這些文事官司 長實有權 六年內去告你的 你一定要過了那六年 你才是安全的 所以我拉人 個人的意見 這個講一下個人 就不代表其他人 我都覺得 發展商就算追 都不會是大規模追 都是象徵式去追 我這樣很慘 譬如Leo 日後他真的追一宗的時候 那14宗就很害怕 六年內 怕了六年 這個沒辦法 是不是 害怕就害怕 如果阿拉人的心態又怎樣 那就煮到來才吃 你告到來才和你聊 唯一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要不就主動跟長實 聯絡長實 賠償給他 說數 我這樣想 是詳實歡迎的 你主動聯絡他 主動陪了給他 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敢做 這裏我先做個免贈聲明 這個是我拉人哥 自己的做法 不代表你跟拉人哥做 你會沒事 不會被法治相追 是嗎 這個 大家做任何事之後 大家都是成年人 要想想自己的 可承受風險 是嗎 現在跟大家聊一聊 究竟有限公司 可不可以避開 避法子商 將這個差價 為甚麼特地我要說用有限公司 坦白說一個正常人來講 因為以前有辣椒 有限公司要付30%的辣椒 所以已經有十幾年 沒甚麼人用有限公司 去買住宅 突然間政府所有辣椒 就撤銷了 可以用有限公司賣樓 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喂 現在 之前買的當然是 全部用人名 如果 這一刻 是不是用有限公司賣 安全一點呢 但你要問自己 為甚麼你買到要用有限公司賣 你打算刀子巨大樹 就是一些導人的 給少少手期 給5% 或者一成 看這兩三年 你收到樓價升 我就成交 樓價不升 我就撤訂 這一種做法就是賭 賭未來的樓市升不升 我不管你的動機 我只是用回 我們那個題目 究竟用有限公司 是否可以避到 追差價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觀眾 都有很多意見 這個觀眾就問 你估發展商 會不會如果用有限公司 買樓翻舍 要求公司 董事私人擔保 我自己買過新樓 因為我當時是有辣椒水 所以就不會用有限公司 去買 我都可以用個人名買 但我覺得 應該在簽林約 就不應該要求 董事個人擔保 正如你仰根 有限公司去買 陳儀秀樓 別人業主 有沒有權 叫你個人擔保 沒有 那麼 那為什麼發展商要求你 簽林約 當時要你的有限公司 提到個人擔保 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我和你買賣 到底是不是日後 賣賣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一定要有個人擔保 你反過來 你的發展商會不會給我個人擔保 你一定要賣給我 我要賣訂的 為什麼會給我個人擔保 是不是這個傻瓜 這個我估計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賣新樓 真的現在要 我覺得 應該就不會 叫你個人擔保 如果真的要個人擔保 他也要個人擔保 他一定要賣給你 對嗎 你買了一條樓回來 要檢查名單 雖然你說是新樓 律師也要做事 代表你的律師 都要檢查文件 齊不齊的 因為你是和發展商 做一個賣賣 你不是叫發展商借筆錢 你不是和發展商借錢 你和發展商借錢 當然要你擔保還錢 是不是 買賣的 你一定賣到 你一定賣到 不是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買新樓的時候 就不需要個人擔保 如果我說錯 觀眾在下面留言區 就告訴我 原來現在很多發展商買新樓 都要來個有限公司 個人擔保 我覺得不合理 如果發展商真的這樣做 反過來 發展商要做個人擔保 他一定要賣一層樓給你 他不可以難尾 是不是他可以這樣做 當然不是 接著這位觀眾就說 應該是很多 很多用公司的名字 買發展商要私人擔保 98年以多的事 什麼三年帳目 這個 董事 足料 私人擔保 後補上美就可以了 前面那裏 回到上面 我看在後面那裏 後面的意思是 不用要三年帳目的 董事私人擔保就可以了 我記得我在11年的時候 買過那個住宅 當時我用有限公司賣的 空殼公司 我也是我董事擔保 因為我買銀行借錢 董事擔保 然後 看我董事的入色 不用看空殼公司 現在行不行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又離開香港了 觀眾就告訴我 我以前 11年 我買樓的時候是可以的 現在是不是真的 好像觀眾那樣 又要 跟公司又營運 公司又營運 即是買物業 我當然是可以的 是不是 如果公司沒有營運 一家開的公司 行不行呢 我覺得 應該是可以的 這位觀眾留言很重要 大家 小心點看 其實 香港六年 民事追溯期 就是我先所說的那樣 沒收你其他 asset之前 是要 Expo你的asset 那我用中文講講 如果沒收你的資產之前 就要先披露了你的資產 披露之前 就要 Default judgment 就是要取得 那個 判決 那 怎樣取得判決呢 就 Assume no argument 即是 假設就沒有這個爭執 因為如果你有爭執 就要打幾堂 假設這個沒有爭執 就是要取得判決 那取得判決之前 就要給你一個 即是給你一個 中文是否叫狀詞 即是 去告你什麼 即是那個 其實很多 搬了屋 不是自己名下 就找不到你 就給不到那個 那個 之後呢 做任何事 都是 不要用這個真地址 記住 很重要 不要用真地址 其實他就派不到那封信給你 就告不到你了 不要收掛號 其實發展商 多數都是 給我追溯 如果你不是名人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 其實是不用太害怕的 這個我絕對同意的 發展商不會為了 早上百多晚 就找私人偵探 找你 給你一個 壯子 這個是事實的 其實他服務不到你 其實就 很難給你 有些人說 我燈在這個報紙 也是算的 因為發展商要走到他這一步 其實他有心告到你破產 要你賠 其實發展商要拿很多成本出來 現在你見發展商 都是這樣 出封 律師信給你做 他叫你14天內 付差價 是不是14天內 你可以跟他商量 我覺得你可以跟他商量 未必是可以多付那麼多 就是 現在 發展商的信 就是你要 包括差價之外 還要付什麼 還要付 利息 還有一個佣金 我覺得這些數 全部都可以商量 還有 根據97經驗 那麼多人 Tatden 長江也是告了幾個 真的告了幾個 是不是 這次 我覺得Tatden的人數會多很多 因為有很多人選擇建棋 97的時候 很多人不太會選擇建棋 大家知道嗎 有些人不太會選擇建棋 總之 盡快上會 因為 賣樓是累積經驗的 到現在 每個人都會選擇建棋 我相信 就算長江追 我覺得 會不會一個屋苑 拿最貴的那家出來追 如果他不追 你真的心驚膽跳過六年了 就像這個朋友所說 搬屋 避了就不可以收 除非他玩得真是登報 中英文報紙國得一份 其實他行這個動作 他真的想告到你破產 如果他不是告到你破產 他不會行這個動作 但是反過來 你又不是名人 你又不是專業 可能你是專業 他不知道你是專業 總之你不是名人 他真的告到你破產 是沒有意思的 你都 先含先含過 他還要花一百幾十萬 去告到你破產 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覺得 發展商只要找不到你 其實他 再進一步告 你的機會就不大了 他會想的 浪費那麼多人來物力 都找不到你 說了這麼久 我都要做一個總結 我自己一向 代表我自己 如果是阿拉仁哥遇到 我要撻定 是吧 有怕發展商追 我的心態就是煮到你才吃 他就正在撻 是否才提 那些錢 更重要 這就是阿拉仁哥自己做了 如果你要真的要 跟我這樣撻定法 你要衡量自己的風險 風險除了金錢上的風險 之外 還有什麼 心理上的風險 正如我之前的影片都說 我一收到律師信 我就很害怕 怕我就會跳樓 所以這些良意 你就不要搞了 你這些就快快去去上了會 上了會之後 賣了算數 就是阿拉仁哥同樣分析 現在發展商的動作 以及以前的動作 就是估計的發展商會怎麼做 這只是一個估計而已 我估計得合不合 就看未來的日子是怎麼走 我估計全國YouTuber 都沒有誰 就好像阿拉仁哥說得那麼白 因為每個人都怕人要有什麼風險 阿拉仁哥說話 就是代表自己的 那你們是不是跟阿拉仁哥這樣做 就你們自己決定 好了 今集時間夠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和收睇先 拜拜 我們也會想去和你的 這個小聲明 咱們